战火蔓延离乡背景到五国求学的巴勒斯坦留学生 依然心细故土 元首后东姑阿兹沙阿米纳会晤留学生代表 表达与他们同在的决心 更希望当局可以尽快采取行动 制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无情滥杀 原首后今天到访首都的国际伊斯兰大学 和22名来自巴勒斯坦留学生会面45分钟 倾听他们对战火的无奈和愤慨的心情 留学生随后将请愿书交给元首后 希望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也能听见他们的心声 国际伊斯兰大学这个月初 设立声援巴勒斯坦的援助基金 目前已经筹获6万令吉